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西貢Fanky 西貢區復原廣闊 如果我們由九龍經清水灣道 入西貢的話 會由飛鵝山 一路由清水灣道 可以去到銀線灣 布代澳的遊艇會 另外亦可以有一條線 經大網仔路 入西貢市中心 去到康湖區 南維豪衝一帶 甚至來到我們現在 在我身處的 由帝琴灣入西沙路 進入西沙路的十四鄉 去到大網仔 過去西貢 所以復原很廣闊 我們在帝琴灣 貼著屯馬線的首站 烏溪沙站 所以交通非常便捷 尤其在西沙路 十四鄉的近頂頭地段 新隆基地產 一個新的大型物業 和商場高泊 將會發售 甚至開幕 而區內 亦都加開了兩條的乘巴線 一個是581號 以及582號 一條是由馬溫山 直撻到西沙路的頂頭村 另一條是由頂頭的位置 直到八石角科學園區 所以交通接下來非常便捷 而我相信 除了大型和暫身的商場高泊開幕 甚至是新隆基的中密度豪宅盤開售 將會大大打通西沙路附近物業的成交量 甚至是價錢 身後面亦屬於新隆基的 叫做帝琴灣 我簡單介紹一下帝琴灣 帝琴灣亦是由新隆基發展 在1998年和1999年發售 接著是入伙 屬於一些中低密度的設計 分別有低座的海賢居 以及高座身後的海購居 接近1000伙 面積而言 全部都是三房至四房的大戶 另外有個別的複式單位設計 在這裏來說 比較出名的是 間隔非常實用 四座 還有會所的設施 室內室外泳池 綠化環境都非常優美漂亮 所以在當時來說 是一個大的紅盤 而今次我要報導一部的成交 位於在低座的海賢居 一個一座的高層私單位 建築面積1180呎 實用面積1031呎 屬於三房套房令工人套房的設計 成交價是1200萬年車位 所以大家見到 各個成交赤價來說 都非常之相宜 對於這些大宅來說 而輪近烏溪沙閘 所以非常之超值 除了高泊的落城來說 都會吸引一些買家 過來這個地球灣去參觀 所以今次我除了報導成交之外 當然報導一些信本給大家 今次要介紹有兩個單位 一個同樣位於在海賢居 價錢我相信比剛才我要報導的成交更加超值 還是我們公司的獨家款 同樣是海賢居三座中層的單位 建築面積1180呎 實用面積同樣都是1031呎 連同車位連同一個不錯的漂亮裝修 價錢現在調低到1100萬 嘩,好順暢 所以我希望有興趣的買家 不妨也參觀一下 又方便這個在馬鞍山 行都行到烏溪沙地的站 以及鄰近也有個街市 以及一些大型商場 但是過回來西沙拉路 這邊來說 有鄉村的風味 環境非常之優美寧靜 以及空氣清新 高層甚至看到海景 不妨大家來看看 記得聯絡我西貢Fanky 以及我們世紀有一奇風專業的團隊 D馬在此 看完相片 有興趣的記得聯絡我們 我們在區內 擁有超過30年的歷史 四間分行 一間位於在蒂琴灣隔離西澳村的西沙拉路分行 另外第二間是西貢市中心的分行 第三間是清水灣奧龍分行 以及第四間銀絲灣廣場的銀絲灣分行 相信我們資深同事 一定能幫到大家 找到心頭所好 多謝大家收看 記得按讚和分享我的頻道 拜拜